欢迎线上的各位大德参与由马来西亚佛教发展基金会所主办的云端法坛 这是佛典时代感第23场 主题为从威士学坛创作灵感 今晚的语坛嘉宾是宽谦法师 法师是永修金色的助持自幼既旧耳濡染了父亲独特的艺术风格 自然也奠定了不凡的美学素养 法师对佛教艺术兴趣浓厚 认为佛教艺术及艺术型都是密不可分的 他担负起推展佛教艺术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 所以法师也主办了各类的佛教艺术研习营 让佛教艺术专家、学者借着这样子的盛会共聚一堂 直接与学者、爱好者、研究生等交换意见和心得 更加难得的是 法师依其特有的佛教建筑之专才 承担佛研辅学院、惠日讲堂等的建筑工程 为佛教建筑史上挥洒出灿烂的一笔 宽谦法师也是历任佛研圆光辅学院、红氏学院、玄奘大学、 讲师、华方大学、科并教授 从1999年起呢 法师开始海外红法 2002年起电视红法 在2008年的时候开始架设 学风全球网站电视台 法师不断地录制红法的DVD 据说接近有1600集 总共有38套 可能这个资料是比较早期的 可能现在不止这样子的一个数量 那法师善于讲中观、为世等佛教的经论 那尤其法师是擅长以理工的思考模式 运用图表来图解佛法 提供组织化、系统化的学佛方式 那我们欢迎我们的宽谦法师 宽谦法师你有在吗? 好,宽谦法师 那作为今天法谈的开始 我们请法师带领大众一起送念三层本师圣号 那我们有请法师 好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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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谢谢宽谦法师 那常言道啊 艺术创作是需要灵感的 那这灵感的源头到底来自哪里呢? 那从朱光潜先生在他这一本书谈美当中呢 有给了这样子的一个定义 他说灵感是在人的潜意识当中酝酿成的 那是人的潜意识在工作上的一种收获 那听起来这种灵感好像既抽象又神秘 那如何跟佛教的这个为师学上显接上呢? 各位,众所周知,为师学名向特别特别的多 总会让人却步 它是一个非常大块的一件 一个很庞大的思想系统 那如何通过为师礼盘的这个新意识 来揭开我们生命的密码 让我们在今晚可以更加了解所谓的灵感 创作灵感呢? 今晚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宽谦法师 与我们分享关于这方面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首先就来请问法师 在佛教为师就针对人类心理的运作 包括分析思考习惯等等 有着非常完整的叙述 那我们先请法师和我们介绍 佛教的为师学的基础 我们先请法师做这方面的解说 谢谢主持人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跟大家结这份法缘 那我不知道看得到这个画面吗? 有看到画面了 法师就变成全屏OK了 是是 好谢谢 好 我们就稍微来介绍一下 不会太难的了 那其实为师学里头 非常注重这个五位白法 或者叫白法明门论 那么这个是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好像都会从五蕴 十二处十八戒去入手 其实它等同于它几乎包含所有的一切法 十二处有白法 十八戒有白法 五蕴呢 那么只差六法 它也是白法 然后呢 这是横的来看 如果竖的来看呢 其实它是离不开我们的六根六事六境的 那当然这些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 生命的这个流转都息息相关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就是说六根六境六事 那么会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我们认识这个世间来讲的话 其实是要这三大部分呢 一起合合起来作用 所以我们都是依着我们的这个生根 也就是我们的生理 生理作用 然后呢 圆着外境 一些 这是根生 这个是气界 然后呢 我们起了心理作用 那其实它的运作是这样子的 它首先是二合生事 叫做作意 我们其实一直在五片形的这种作为当中 作意处受相思 也就是我们一根圆着外境 这两者合合生事呢 叫做作意 但是三合生处 三合合 三种合合在一起 有根有境有事呢 这个其实才是我们认识这个世间的一个最基本的全部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所以呢这里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虽然在用掩饰 其实我们叫做掩饰相应处 乃至到这个意识相应处 意识相应处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谓修行这些 其实都跟着这个六根六根六经六事是息息相关的 尤其这个意根啊 尤其意根呢 其实它是来自于第七八两事的 那七八两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们有很深的一个生命中的黑盒子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是眼根耳根 鼻根舌根 声根跟什么意根 这个意根 其实我们这个 我们的眼是一在眼根上 耳是一在耳根 鼻是一在鼻根 舌是一在舌根 声是一在声根 其实我们的意识啊 我们的第六事是一在什么 七八两事 我们的意根在这里 在七八两事 而这七八两事呢 说实在它是我们的这个生命中的黑盒子 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呢 其实都全部都录在这个七八两事里头 那因为刚才看到有坐一处之后呢 其实就是寿 这个寿呢 这个寿就等于是第七事的 那这个第七八两事呢 它跟宿是有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这辈子所记录的种子 其实都 我们的起心动念的每个念头结的源呢 其实它都会做出记录 那我们从坐一处寿 想思 来运作我们的整个生命的这个现象 那因为今天我们要谈艺术家创作的灵感啊 其实它是从寿来 先从寿之后呢 才能够去想跟思啊 想跟思 也就是这个寿它本身呢 其实它也是结合了六根六 六进六事合合在一起 但是这个七八两事呢 它其实跟所谓的 跟七八两事 它等于说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体了 我们这里呢 它支持我们生命的现象 它是很深的 它是很深的 我们不容易去感受到 但是它却流转着我们的生命 流转着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思善思恶呢 其实是第六又事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它会记录到这里面 那我们有生之年呢 这个第七事 它等于也是我们生命的现象的维持者 因为它维持着我们的呼吸啊心跳 但是呢 第七事又是一个以自我为主 很自私自利习性的一个所在之处 那第八事的话呢 它就是它就是植食的种子 那它这个用黑盒子来做比喻呢 其实就是说 它就像飞机里面的黑盒子一样 其实飞机飞得好好的 我们活得好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很 很怎么讲 如果没有读维持 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七八两事 我们最多呢 大概就是知道有六根六事 还有六镜 因为这个都属于我们生活的层面 生活的层面 但是呢 当 当我们 这个 其实我们生活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都是六事往外追求 而七八两事呢 它是往内 所以这个当中呢 它其实是会脱落的 是会脱落 它这一旦脱落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死亡 所以它呢 很像一个那个电插头一样 现在是因为我们插着 所以它能够 我们这个巴士啊 能够随意的运作 当我们死亡 其实最后走 最先来就是第七八两事 而且呢 它会形成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这个是我们的现在事 我们现在活得好好的 这时候是八十具有的 那但是呢 我们刚刚就讲嘛 这个这个往上 这个往下 所以我们的断裂会断在这里 它像个电插头一样 当它拔掉以后呢 我们的根深就坏死 然后呢 我们的七八两事 七八两事呢 就会去投胎转世 它先经过中阴呢 它先经过一段中阴期 然后呢 才会 等于再去投胎转世 所以其实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的流转 是因缘在流转 其实是因缘在流转 所以呢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里 那以简单来说 这八事 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那这里有个寄送 它这个 让我们比较容易去明白 也就是说我们有生之年 其实是八事一起 八事合在一起运作 八事合在一起运作 所以说叫做八个兄弟共一台 一个灵力 一个呆 五个门前做买卖 一个在家把帐开 开帐的呢 其实是第六事 其实我们创作的灵感 创作的灵感 主要还是第六事 但是这第六事 因为它有前面的五个管道 帮它收集资讯来给它 来给它做判断 种种 但是呢 这个第六事呢 它的眼光 是比较宽广的 还是比较狭隘的呢 其实又受到第七事的影响 因为七八两事 我们刚刚讲 它是素式的 因为它会流转 那为什么说它一个灵力呢 一个呆 因为第七事 其实它非常自私 所以呢 我们的所有的 这个起心动念 几乎都是在保护自己的 都是在判断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种种 但是第八事呢 因为它呆呆的 它就只有去做 做种种的记录 做种种的记录 所以其实这个就很可以把 这个八事的一个现象呢 把它讲 就是说有一个概念 所以呢 我们 所以我们的那个 前六事啊 叫做知识论 我们从幼稚园到 到读大学 到乃至到博士了 其实所有的知识论 所学的知识 大概都在前六事 但是我们的第七事 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观 第八事呢 因为它有种子 它会变现出 我们的根深器械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的宇宙论 这是我们的人生观 那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的知识论 知识论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 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那也因为这样子一个横的 横的一个转向 那么就会知道 其实这个 这个因缘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我们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 当我们哪一天 这个一旦离开的时候 我们说万般带不去 唯有什么 夜随身 万般带不去的都是现象上的 包括我们自己的色神肉体 包括我们的家庭 包括我们的事业 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 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这些现象 其实没有一样是我们带得走 反而上面的我们带不走 其实我们带走的是什么 夜立因缘 这里的夜其实就是所谓的因缘 因为因缘呢 会决定我们将来的什么 去处 将来的去处 所以呢 万般带不去 唯有夜随身 因此呢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图像 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我们施善 施善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真的是要向善 修善因缘 因为有善因善缘呢 就会有什么 这个它成熟的时候 就会变成果报体 就会长成我们的果报体 所以呢 这个 然后向善 因为会影响我们将来的去处 就如同我们这辈子 其实也是从上辈子影响过来的 影响过来 那我们如果要 这个在善道当中 就必须我们这里的善因缘要多 因为我们的四善四恶 其实它全都路 等当它去投胎转世之后 它又从这里长出下一辈子的根深了 长出下辈子的根深 所以呢 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其实它是无始无终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是 从数学上的数线来看待 因为它这个没有最大的数 也没有最小的数 我们可以去定出这个零点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现在 比方我们的现在世 这是我们的过去世 这个是我们的未来世 那我们常常讲说 无始结以来 我们其实从无始结以来 不知道有多少是来到了今生 今生我们又要面对什么 无尽的未来 所以呢 如果是从数学上的数线 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实这个数线也是由无数的点 所构成的 其实它是没有终点的 没有起点没有终点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也跟我们所谓的学佛有关系 我们如何从凡夫学佛 学佛而成佛 如果横着看呢 其实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是向左还向右 这个是很难去做解释 后来我才觉得说 其实不是 其实在修行的果位上呢 它是高度的问题 于是呢 把这个横的线呢 做了90度的转换 把它转过来 转过来 原来其实我们从凡夫 一直到成佛的这个过程 其实这个是高度上的问题 它这个会经过三大欧生期节 那么才成佛 那在维世学里头呢 其实它会把这个过程呢 分析得非常的细密 分析得很细密 如何从凡夫一直到成佛 它也是要透过 转世成治的一个过程 乃至于呢 这个就算我们现在是凡夫 一样可以发心当菩萨 但是呢 我们也不过就是凡夫菩萨 到超凡入圣以上呢 叫圣贤菩萨 那到了这个无生法人以上呢 就叫菩萨摩赫萨 它是可以分身无数亿的 所以呢如果也对照应孙导师的这个成佛之道的话 也可以知道其实它这个就是所谓的五圣共法 三圣共法到大圣不共法 也一样 那其实都是三大大圣其节的 那么在《妙法莲华经》也讲到会三归一啊 其实我们说会三归一之前 其实还要会五归三 会三归一 也就是菩萨道 其实才是能够从凡夫一直到成佛的一个直通的大道 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竖的竖起来看 其实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果位 那这个修行的果位 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从菩萨 从菩萨的那个因缘法 因为去放下了自信望止而向上提升 透过信空去放下 放下之后才能够向上提升 那这个跟我们的那个 这个等于艺术创作的那个源头是很有关系的 那我想这一段可能就 这个部分可能先省略掉 那老师刚才你在你的分享当中就谈到说 其实整个我们的这个艺术创作的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第六世 还有过去带来的与生俱来这样子的一个第七第八世有关系吗 那在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说 所谓的那些天才啊 天才少年天才的 他们的一些成就其实就是 就是他们过去是带来的 然后通过现在他们的一些训陶跟培育 才让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些成就 对 是 所以像艺术家他也一样 所谓的艺术家呢 其实我们的那个 也一样是有八世的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艺术家他本身创作的灵感 主要是第六世 但是他并不是 他并不是单纯的第六世 因为他跟 他跟七八世是连结在一起 那第八世跟术世有关系 所以所谓 比较有天分的话 他等于说 他的七八两世过去的一些习性 他还存在的 还存在的时候 那么就比方说 有的人 就像说 艺术家在生命的流转当中 他留存着这个术世的习性 所以他生来就会 比较不同于一般人 就例如说画家 他这辈子会成为画家 往往是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可能就对色彩非常的敏感 对色彩的视觉的这种敏感度 雕刻家他会对这种造型 视觉的一种敏感度 音乐家会对声音 乐器 听觉上面的敏感度 那这种属于 这个等于是术世的习性 所流转过来 乃至有什么烹饪大师 他对味觉嗅觉的一种敏感度 甚至说舞蹈家 他也对肢体语言的一种敏感度 乃至于像这个文学家 或者诗人这些 他也是在文字的运用 思考上的敏感度 那这些敏感度其实就是来自于什么 第七把两师 他上辈子的记忆 上辈子的习性 上辈子的习性 也就是说 创作的灵感 我们一般会往外去追 往外去追 其实如果往内去想 就是说我们能够收拾内心的话 其实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业力因缘里头 他会全部都录下来 录了什么过去式的 所以在七八两师 他本身会留存着什么 速式的习性 他会留存是速式的习性 所以他也不全然只有第六 因为所谓的八师 我们的八师其实他是怎样 他是一起运用的 而不是断开来 不是各弄各的 所以呢 这个比方比较有天分的艺术家来讲的话 他等于这个七八两师 所留存下来的这个 这个速式的习性比较明显 所以会有那种比较天才型的 天分比较高的 那但是呢 这种天分高确实也要有什么 也要透过努力了 也要透过努力 就是说有一些专家 或者这些艺术家 他如果本身很有天分 再加上他今生的 加上后天的这种精进不懈 乃至去克服很多的困难 还有呢他还得要修很多的福报 那么终究呢就可以有所成就 但是如果本身 虽然他也有天分 但是他并没有全新的投入 去努力用功 纵然具有天分 如果还是被后天的 这种懈怠啊 放逸啊 困境啊 给磨灭掉的 就是说他的那种 那种努力的程度不够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靠天分 那当然有天分的人 他会比 他的天分比较高的人 他的那种敏感度 他生来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生来的 在我们画的这个 竖起来的这条线上的高度 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那个高度 这辈子的高度 大家各有不同 如果高度高一点 表示他的那个天分高一些 乃至于我们学佛的人也一样 我们说某某人他很有善根 这个某某人他这个接触了佛法 他很容易就去 能够去思考 或者很敏感 其实这些呢 其实跟那个术士都有关系的 所以 所以其实这个是 是一起的一个运用 是 谢谢师傅 那我点出了一个重点 就是除了在谈创作灵感的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也 也无形中让我们去 回溯 或者是检讨为自己说 在我自己的一个 学习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有没有具备这个 善根福德的因缘 去 去再学习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我是觉得说 比如说有些人 他在因为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会去抗拒一些比较 我们会觉得比较难的 比如说像今天的威士 可能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 的一个特 一个佛学的体系 那我们应该要这样子让自己说 因为如果我们看说我们的生命是一直流 都延续下去的嘛 那我们应该要做怎样子的一些准备 我们是不是要做任何的准备 好让说 希望说我未来 未来有更多的这一个资粮 好让我可以在学佛这一条道路上 就是竖着这一个慢慢的往上 以恒德来想就是 必须要多种下善根 善因善缘嘛 所以要向善去修行 那善因善缘成熟的话呢 它就会结成福报啊 那如果是竖起来这个的话 就是向上学什么智慧 向上要学智慧啊 其实不外乎就这两个 一个是向善能够修福报 因为我们点滴是不是都录到这里面去了 我们可能 比方我们今生的福报是过去 过去的善因缘成熟 所以我们今生就会享有福报 但是我们享受了福报 福报会消耗掉 那我们还必须再继续的去耕耘啊 所以呢 其实所谓的修行就是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 这个也是金刚经讲的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不是去追果报 而是要去透过善因善缘 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是艺术家的成就 其实他还是要有福报啊 如果艺术家他没有福报 他一生真的是非常穷困潦倒 甚至可能就算他非常有成就 可能也都到他这个往生以后 他的作品 他的画或是什么 我已经这个价值千 这个非常高的时候 他个人是享受不到的 但是有些人他有生之年 他就可以享受他的什么名分 那个声明啊 民生啊 还有他的那个富裕啊 等于他有生之年 他就已经有所成就的时候 那个也是要他 他比较有福报的人才可能 那还有你看那个艺术家 他的创作 他的创作如果没有 他如果智慧不足的话呢 其实在创作的这个灵感的 的启发也会是比较辛苦的 也会比较辛苦 所以其实就这两者 一个就是一般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其实是透过波瑞来泼罗蜜 波瑞因为让我们放下 放下自信望止 我们才能够向上 这个很像爬楼梯 如果我们去一栋大楼啊 其实我们如果说 做这个比赛说 谁最快爬到楼顶 屋顶上去的 其实一定是用最轻便的服装 最最好穿的鞋子 球鞋啊就就往上爬 绝对不会是啊 这个这个挂着零楼绸缎啊 穿这个高跟鞋上去的 不会那就是要放下 我们身边很多多余的东西 我们才可能向上 所以其实向上就变得很重要 那向上呢 在艺术的创作里头 还有一个意境的提升啊 意境的提升 就是说我常讲说 那个艺术品跟工艺品 其实它同样都有技巧 都有技巧的基础 但是因为艺术家 他是有思想的 他是能够去思考的 乃至于他这个是比较有智慧的 他赋予这个艺术品有生命的 那么他的价值就不一样了 艺术品跟工艺品的价值是差很多 那艺术品跟工艺品的一个很大的差异 在于什么 就是那个创作者 他本身要有思想 是必须要有思想很重要 所以呢我们说向上修智慧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说 其实修行上不外乎就是要向善来修福报 向上来什么 修智慧 向善 向善修福报 向上修智慧 那艺术家的创作一样 其实也离不开这个大原则的 嗯 明白 师傅 这个师傅 把两个重要重点 告诉你 让我们知道 就符慧要平衡 那就好像那个一只鸟的两双翼 这样子 不然的话 我们很修乎 就会掉下来 对啊 是 刚才你在讲说 艺术家嘛 他们肯定是 比如说他们透过很多的根门 会寻找一些灵感 一些刺激等等 因为有些艺术家 可能他有特定的一些方法 让他们有所谓的灵感涌现 等等这些 比如说有些人 当他没有什么灵感的时候 他可能就抽根烟 他就有所谓的 去寻找所谓的灵感 或者是有些人往外去寻找很多 去走走 或者是去 让自己投入在一些感官的享受 或者是感官的刺激的时候 让他们去寻找这些灵感的 那对于佛教在看待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那这一方面 是不是艺术家可以走得比较远的 其实 创作灵感 一般都是觉得是往外捕捉了 往外捕捉 都是极光片影的事情 就是他都是一闪即过的 他是点撞的学习 他很难把它持续起来 这个是难以持久的 而且还看运气 还看心情 因为往外追寻 其实是一般 一般以为 尤其很多艺术家都是这么去做的 但是 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些艺术大师们 他们不是这样子 其实是心灵的内化 要去挖掘到生命的泉源 他的创作可以源源而不绝 所以这种心灵的内化 反而是要收射身心 就是其实跟什么 跟修行一样的 所以 所以其实这个艺术级是修行 艺术级是修行 这个观念 其实在舒适 我们说这么久远 我们那个苏东坡 这么早的人 这个在唐代来说的话 你看一千多年前 他就已经提出 艺术级修行的思想 那到现代来讲的话 像家父杨英峰 其实教过这个朱铭 告诉他说 其实不是跟着老师学 其实是跟着老师一起生活 一起怎么去看待这个修行 他的那个 就是像朱铭他本身 本来他其实是一个工匠 到变成艺术家 他是一个蜕变的一个过程 就是因为他明白了 所谓艺术级修行 所以他后来你看 他不断的所提倡的 就是艺术级修行 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所以艺术级修行的时候 他也讲 他说他一生奉献的语言 不是雕刻或绘画的语言 而是以修行为中心思想 一以贯之的艺术语言 那朱铭在谈到这一个的部分 就是在想说 个人的修为跟这个灵感的创作 就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关系 当然 因为他是完全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 艺术家他必须具有 善良道德的生命品质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艺术品 他是由艺术家他创作出来的 他的创作呢 他必然是一种心境的反应 为是变现出来的 如果你这里面的这个心境 还有这个心意识来讲的话 如果恶音恶元太多的话 其实他是创作不出好的作品 必须是良善的 善良道德的一种生命的品质 他才肯 真善美 他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他是必须要结合在一起 不过师傅 有人这样子说 那艺术家他都会有一种 所谓的艺术家的脾气 他感觉上他有一种贬 贬义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师傅是这样子看待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的 因为如果我们讲说 艺术是修行的话 那对于一些艺术家 他又有一些比较 比较不一样的一些 一些脾气啊等等这些 但是那种的 他的成就都是很局部的了 在某一个部分而已 尤其西方西方的看法 他反而是好像艺术家 可以不要 不必要遵守一般人的 这种道德观念 甚至这个 关系都弄得乱七八糟 他也可以酗酒 他也可以抽烟 他也可以这个胡作卑微 大家都很原谅他 因为他是个艺术家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一个观念 但是因为有些人 他可能在某一个部分 他比较有他特殊的一个表现 但是说实在那种好的作品 要流传的长远 必然他是良善的作品 他才可能 一些透过你说 透过痛苦烦恼 或者在嘶吼 在那种 不是非常正常的状态之下所产生 当然他也可以有一些创作 但是那种创作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是经典性的创作 你看我们的很多 你说要流传千古的 很多的流传千古的经典 或者什么 那些都必然是 是大家公认的 大家能接受的 都有一定的标准 那当然有一些 他因为他认为他是艺术家 他就可以不照一般人 其实 这个是 这是不对的一个观念 就好像 因为艺术家 他也必然应该说 是被人家尊重的 是 就像以前也有某一位 比方说是 他是属于佛教的 专门写佛学的 的一位作家 有没有 这个 当他的婚姻或者和男女关系 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看大家大家是唾弃他的 因为你跟佛法是违背的 是 明白 就像 就像我们说 那个政治家 政客啊 政客啊 政客是不容许 绯闻的 是因为 你 等于说你是必须要对大众来负责任的 是 明白 对 一般人说市井小民 这个 婚姻关系不好 或者没有人管你啊 但是你一旦 婚姻的关系这些出了问题 你看那个 如果是政客的话 那那个就是变成大的新闻 大家就真的就会唾弃啊 那艺术家一样是这样子的 是 对 明白 可以 那说在 在那个就是 刚才我们谈到说 像现在 似乎讲说有很多 这样子 感官上的这个刺激啊 都 都 现在都很多嘛 在我们 但是那个都 那个的存在都很短暂 非常的短暂 只是 可能 做做怪啦 这个 出一下名 然后他就像 昙花一现而已了 是 他很难追求的 明白 可以可以 师傅 那 可能或许还是还有在关于 艺术还有 即是修行这一部分 还有什么 想要再 再补充的吗 关于这个部分 嗯 那艺术及修行 其实那个 就是说 嗯 当然这个会跟一般 我们对艺术家的那个 那个看法有一些差异性 但是 追根究底 整个下来的 的话 就是说 真的要长久 尤其他的他的作品 是能够能够流名轻史的话 当然在过程当中是有很多 可能奇奇怪怪 他也可以出出过名啊 他也可以出出过名啊或是什么的 但是那个都是短暂的了 嗯 是 所以刚才你谈到呃 他如果是艺术家 他如果要做好的作品的话 他当然有需要有这个 这个内化的这一个部分了就是除了有技巧之外 他如果他单单只有技巧 他可能就只是一名工匠 那如果他在这个有内化的这个修行的这个部分的话 他可以慢慢晋升为一名大师级的这个人物 对吧 没错 因为他 主要他放下了 就像我们修行一样嘛 放下了我们的执着 才能够提炼我们这种生命的品质啊 向上提升啊 越向上呢 他越清静 越向下越扎染啊 这个也是透过淬炼出来的 是 那个艺术品跟那个工艺品的差别也在这个地方啊 他的价值感啊 他也必须要是是清静的是脱俗的 所以他这个就是就像我们说 其实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也相当于等于所谓的这个 这个叫做中道不二的观念 就说如果一个艺术家他能够跟 跟宗教结合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艺术品反而都在宗教 在这个艺术里头啊 因为他这两者的的结合起来都是在意境上的提升 是 尤其在宗教艺术的这种流传千古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到说 我们尤其是在中国佛教很多把禅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放到很多的他们的这个艺术当中 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茶禅啊 或者是什么他们的禅化当中都是一个这样子的那一个 因为所谓的修禅也是心灵的内化嘛 心灵的内化其实可以去挖掘生命的泉源呢 那什么叫挖掘生命的泉源就像我们说 当我们懂得我们是一个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的时候啊 如果我们能够往内啊 其实反而那个 可以那个创作的源头是源源而不绝的呢 比方 比方 因为个人 因为跟我父亲 其实他也在他在台湾也算真的艺术大师了 那么他的生活其实也都是 他是修养非常好的一个人 他真的就是他非常他真的他的那个天分是 才华天分是很够 但是他非常的努力 他并不因为他自己有天分有才华 他就他就不去努力 他反而是更加的努力啊 然后呢他去挖到那种生命的泉源 所以他的那个创作真的是涌现了 像应顺导师 你看他也是哦 就是他们这种堪称大师级的人啊 都是非常的谦卑的 然后呢 都是他们的那种成就啊 都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啊 比方他们 那个 像应顺导师 他写那个印度之佛教 37岁写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在佛教界尤其在汉传 所以他这辈子的成就他不会因为他的年轻而作品不成熟 不会是因为他是术士的累积嘛 所以导师其实他很年轻就开始写作 而且你看留下来的这些著作真的都是直地坑枪有生的 都是非常的真的是 真的自自足迹的 所以你看他们那个导师的那个你看他的著作是涌现的 是不断不断的写不断不断 他们都不属于是往外去追什么灵感的 往外去捕捉什么东西的 不是啊 他们的沉浸本身其实是心灵的内化 嗯 明白 叔叔 叔叔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可以看那个比方了 比方我们到中国去旅行 你说如果把这些明山古煞给取消的话 能够看的东西就很有限 还有像石窟 石窟里头有多少的佛教艺术 他其实到艺术的成分的这个程度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 这些算是 现在说是像画家雕刻家他们是终身都在里头 而且是好一个家庭好几代啊 一代传过一代的他们就是很能够沉浸在这样子的工作里面 是无所计较的 不断的去工作的 嗯 明管师傅 谢谢师傅跟我们分享 关于这个艺术 艺术即是修行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师傅 我们在线上有几位 是有一些问题是关于维世的 就刚才师傅就谈到说 那个阿赖耶士 就是第七第八是比喻成这个黑盒子 像这一个说法 然后说是这个轮回的这个主体 会不会像是倾向于灵魂说呢 不是啊 其实佛教从来不讲灵魂的 你看这个八是 他的整个非常 他的运作是非常细密 而且是随时在变化 所谓的灵魂说 反而是西方的 西方的说法吧 也就是说西方的说法会觉得说 我们人就是肉体跟灵魂嘛 两个结合在一起 所以是一个活的人 那所谓的灵魂就是说 我们的灵魂就好像司机啊 那个肉体好像汽车 司机可以换好几部汽车啊 那那个司机的这个灵魂 用灵魂来形容司机的时候 这个灵魂是不变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追那个不变的 不变的那个轮回的主体 但是你看这个为世 他不是不变的 他八是随时都在变的 而且他可以转世成至啊 而且还这个 在转世成至的过程 都还有不同的顺序 不同的高度啊 所以他可能他的意思就是说 就等于说比如说我们在谈说 这个轮回的部分啊 就是第七第八是去 他的所谓的灵魂应该是在谈说 轮回的意思了 当成那轮回灵魂这样子 有一个主体 他是轮回的主体没错 但是你看他这样的轮回主体的本身 他不是不变的 他是随时在变 为什么随时在变 因为这里面的因缘随时在变啊 他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 所以他什么因缘成熟他就会 他就会投身到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去去吧 我们有生之年 因缘的成熟就会 善因善缘成熟就福报会现前嘛 我们有生之年 恶因恶缘成熟的时候 业障也会现前啊 所以我们如果是 这辈子完毕之后的那个七八两师 他因缘成熟的时候 他就是投身到 投身到某一道去了嘛 那个叫隐业啊 嗯 是 所以在谈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谈到说 过去有我们会 老师在 在什么之道当中 有谈到水重 随念跟随念 这个部分 所以他 他 那一个部分的话 他就 整个因缘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会 让他 就什么因缘成熟 他就引到他 让他去到 哪一道 哪一道轮回到哪一道去 看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间有一段就是 我们一般人 会随着最后一念 是 对 我们一般人因为 因为没有 没有什么念佛的习惯性 念佛呢 是让我们能随习 是 还有呢 就是随重 大善大恶之人 大善大恶之人 其实他是随重 那我们 比方说大善佛法 北传到中国的大善佛法来讲的话 为什么有生之年要好好的念佛 就是要去培养好的习性 随时念到 念而不念 不念而念嘛 那起码当我们在面对临终的时候 我们会起善念 不然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是在第六四最后一念 我们没有经过随习的训练的话 我们最后一念 那就都大概都由第六四来做决定了 因为第六四它 因为我们的第六四面对着死亡这件事情 大概都是起烦恼 不会不会欢欢喜喜的死亡 对不对 因为我们留恋 我们爱 第一个我们最爱的是自己 自己去 比方我们碰到重大的车祸 或者飞机失事 你说一般他恐惧害怕 痛苦烦恼 然后想到 等于是那种 那种痛苦 其实等于说 那个就是他最后的念嘛 所以其实如果随念的话 是恶多而善少 临终如果随念的话 那个是没有经过学习 那我们如果经过学习的时候 我们有念佛的习惯性 因为我们念佛的本身是善念 那一般人又不可能 就是说大善大恶的人是少数的人 这是少数的人 明白 那时候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如果线上的各位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的话 也可以用文字这样留下 所以他这边还有在问 在谈照说第七第八是一直在轮转 那为什么一般人都 不记得过去是所发生过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记得是第六四 第六四它是断开来的 我们的记忆是第六四 所以我们死掉的时候 是这个部分坏了 它记下来只有善恶因缘 善恶因缘 是善恶因缘在流转 那我们这辈子的记忆 没办法去记忆到上辈子去 因为它这个 此路不通 此路不通 我们没办法去记得上辈子的现象 我们只能记得这辈子 我们只有能力记得这辈子 是因为我们的第六四 所用的范围很小 但是习性会流转 习性会流转 所以我们就说艺术的创作 它本身有天分的话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习性流转过来 它的起点 它的起跑点 比人家更好一些 那是它树是留下来的了 那接着他就问了 他也连续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从 因为我们有可以发现说 从禅定或者是宿命痛 可以去回溯 回去我们过去的一些记忆 在这一个部分 是怎样子 像禅定的话 就是让我们的第六四沉浸下来 沉浸下来 它会走下面这条路线 下面是可通的 上面没办法通 上面就很像我们 我们平常看到 有河水 有池水 有什么水 那是浮在表层的水 我们还有更下面的地下水脉 这些只是浮上来的 所以我们说要深入佛法的大海 如果我们不知道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其实我们根本入不了佛法大海 我们都以为佛法是局限的 是 就好像艺术 艺术家这样子 如果一直都在外面探寻的话 没有再从内心的这个部分去做的话 其实也就是 就在门 是门外 在外面看 没错 而且都非常短暂 而且没系统 嗯 明白 有可能有一些感动 或者是一些经验 但是就短暂 但是它没有办法 让没有办法支持我们继续的 往更深层去挖 挖掘更多 但是如果能够 能够往内的时候 它去挖掘到这个部分 它可以把过去的衔接过来 这个就是去挖掘到那个生命的泉源 是 明白 是 所以它可以源源不绝的 好像找井一样 地面上的水它是有限的 有时候也会旱灾什么的 但是那个地下的井水 它常年的 是 明白 要去挖下面的井 要去挖地下水 我们都只会用地上的水 是 地上一个池子的水 或者一个什么 它是有限的 是 明白 可以 师父接着我们去想 好 师父继续 不好意思 外在的现象的本身 因为外在现象的本身 它是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离善而灭 所以有一些现象都是无常的现象 其实它都是无常的现象 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依赖外在的话 我们依赖外在其实都是短暂的 也在整个地方 也是这样子的 是 因为它变化快了 这个部分它反而比较渊源流长 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佛弟子见面说 阿弥陀佛没有 无量寿无量光 其实是法身会命的无量寿无量光 我们色身寿命是有量寿有量光的 是不是 这样很考验我们说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有内涵的佛教徒 对啊 其实 佛法最核心的是在讲因缘法 最可贵也在因缘法 不共于其他宗教的 最大的不同也在因缘法上 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 最大的不同是佛教讲智慧 其他的宗教很少 大概都以信仰跟爱心为主 对 很少讲信仰上的道理 但是佛教可以把信仰的道理讲得很深 因为佛陀所体认到的 其实去验证到最可贵是因缘法 有因缘的话 一切都可以分析到非常的深细 而且准确 精确 这边有一个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他说 直觉跟灵感看起来很相似 都是来无中去无影 而且可以说人人都有直觉 但有些人的直觉就特别的准 有些人就不一定 那可能请师父跟我们谈谈直觉这类事 直觉说实在都是一时涌现的了 很直接的感觉 其实每个人都有 都有这个能力不是没有 但是 我倒不觉得说某一些人 他的直觉都很准 偶尔准一下就不得了了 就认为他都很准 是 那种偶尔的事情 说实在很难依靠的 修行也不能只有靠那个偶尔的事情 创作更是不能只有靠这个 所以一般讲到灵感好像都比较 好像没道理可说 那那个只是一时的涌现 一时涌现 其实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们自己也知道自己一时涌现 某个想法某个看法 不一定很准 但是偶尔准个一次两次 我就可能就以为 或者这个传言就会 这个会夸大 其实他根本也没有 根本也 就是说也没有一些数据去做 或者一些验证去做证明 没有 但是我们都说 某些人 他的那个灵感 他的那个什么 直觉就是很准 不见得了 因为本来世间的现象 他就是多变化的 怎么可能准呢 他这边就谈到说 艺术创作者要如何具体的 实践心灵的内化 有些什么方法吗 就是修善跟修智慧 修服智慧 然后他就问 念佛算是不是算 其中一种某方法呢 也是啊 也是啊 因为念佛也起码 会让我们的心地善良 烦恼少一点 那心地善良 你说对创作有没有帮助 当然有帮助 真善美 你知道要美的东西 它必然是真跟美 跟善啊 那这个真是什么 就是真理法则嘛 真 就是要 真理法则是我们 所谓的真理法则在哪里 在因缘法 因缘法是我们的真理法则 是让我们向上修智慧的一个全缘 因缘 透过因缘才可能向上 波瑞专门讲因缘 不然的话我们一般 我们都说我们是婆弟子 我们要学佛 我们也想成佛 但是一直都不知道 如何成佛 那个次第 不清楚 其实次第要清楚 在维世学里面非常清楚 所以维世学难读也难读 因为它分析的非常细密 然后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恐惧害怕 这个太难太难 我不要学或是什么 那你这个是自己 自己兴趣了自己嘛 你说艺术的创作 这也是很难啊 但是你说你真的有兴趣的人 他会去克服万难啊 真的有善根的人 其实在学佛上面 也可以去克服很多的困难啊 那就是说我们面对困难 到底是要去躲避它 还是要去克服它 那是不是也还是自己要决定 自己做决定的了 是 就好像菩萨这样子 男性男性嘛 对啊 是不是 所以 接着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 他有一个情境 就是说 比如一个人 他时常在听一首歌 平时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那首歌就忽然会在 他脑海当中响起来 他想问师父说 这个是到底是哪一事 起了作用呢 主要还是第六诗了 嗯 是 这个就很像念佛嘛 念佛念到念而不念不念而念 自己没有很刻意念的时候 佛号也会跑出来 嗯 是 那这个是第六诗在用 我们用功过 他才有这个本事 你说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也是这样子嘛 就是让我们熏悉到 没有刻意的去想他 他自己都会想起来 嗯 是 所以他这边还有谈到 因为可能有对于一些念佛的 他可能是想发愿往生嘛 那他是不是类似像说随习的这个部分呢 还可以这样子归类吗 对 嗯 随习对 所以我们有生之年就是要 要养成我们念佛的习惯性 嗯 然后碰到尤其 这我个人的经验了 比方说搭飞机 搭飞机的时候 那个无常感特别严重了 对不对 尤其这个飞机碰到乱流的时候 哇 那赶快 我们的内心就 拼命的念佛 为什么要拼命念佛 一方面也希望能够 透过念佛来消灾解恶 征服严寿 万一不行的时候呢 万一真的 哇 真的万一碰到飞机 失事 起码我保持善念 嗯 不然的话 我们很难保持善念 来面对我们的临终 嗯 面对我们的死亡 是 所以他习惯 那个好的习惯很重要 对 念佛的习惯 修持的习惯 当然其实你说在佛陀时代 在原始佛教时代 其实佛陀讲的不是只有念佛 六念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戒 念师 念天 念定的意思了 嗯 但是 但是真的传到中国 都会把它简化 之后就是念佛 当然念佛也是很好了 嗯 如果能够念得住 嗯 对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谈 师傅刚才有在谈到说 维师这边 很重要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转世 层治 对 那 他这位他就问到说 他读到有一些资料 就显示说 要转第六第七世 然后在第五第八世 才转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最先转是第六世 嗯 第一大欧生奇节啊 第一大欧生奇节啊 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是凡夫啊 其实我们的修行 是先放在第六世 嗯 因为透过听经文法 我们明白了佛法 其实我们会 会有 等于说我们的善念会变多 我们的痛苦烦恼会变少 这个都靠第六世 嗯 而且第六世呢 第六世的可塑性最大 嗯 我们的眼视而是彼是 舍世绅士所运用的范围有限 都在当下而已啊 是 但是我们 你看我们的第六世 可以去记忆过去 可以去计划未来 可以知道现在 所以他的那个可塑性很大 是第六世先转 第六世先带头 带着八世一起转 其实八世是一起转 只不过是哪一个为主啊 那修行是心理上的问题 而不是 而不是生理 所以会分根进世嘛 六根六境六世 为什么叫为主 就等于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事啊 就是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 为什么它那么重要 因为心理的起心动念 就是我们的因缘业力啊 嗯 它会不断的改变我们呢 有生之年就在改了 不要说 等到下辈子 投生到哪里去 如果我这辈子 我的善念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消灾解恶的机会就很多呢 嗯 不然我们的灾恶也不少啊 嗯 然后过后这支付才讲 所以第五到第八 然后第五 不是不是 不是 第六先 之后第七 然后第八 最后才前五 最后才前五 对 那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在谈说 我们要守护那个根本的时候 它在这一个方面 对于这个五前面那个 那个五后五 那个这边这边是不是 它在顺序上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守护根本是让我们的第六是不要一直往外跑啊 嗯 要搜射进来嘛 就像我们刚刚讲说 哦 艺术家一直在那边找找灵感 那个那个其实都是刹那刹那的事情啊 连不起来啊 嗯 以佛法来讲的话 佛陀会 因为我们往外跑的 往外跑的这个习惯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不用骄傲 我们自己都 我们的那个 因为我们有眼耳鼻舌身嘛 就一直碰到的就是舌身相会触法嘛 这些的我们心是散乱的 那心是散乱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是没有力量的 是 反而是心收射起来才有力量耶 这个很像那个蒸汽一样啊 蒸汽它必须密闭的 你看它蒸汽密闭的话 它产生的力量多大 它还可以带动火车 蒸汽火车不就因为有蒸汽 那如果这个蒸汽它是开放的话 它就 它就那个 它就没办法去结出那么大的力量 是 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 它还在问说 在梦境里面得到的灵感 也是来自第六意识吗 对啊 有现象都在第六识 其实七八两识它不是现象 它没有现象 它只有因缘 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都是在六 都在前六识 都在前六识 而且这些现象 几乎都是我们这辈子的现象 因为我们忘了上 我们没办法去记忆上辈子的现象 是 你看我们不管这辈子发生了多少事情 那个事情是很复杂的 但是记进来的很简单 它就是善恶无记 三种特性而已 全部都放进去 它只有把它 尤其它其实只有两类的 就是善跟恶放进去而已 它那些现象它都完全不记了 明白 这样子才能节省这个data的空间 而且记忆体太大了 记不进去了 是不是这里有人在问 在整个维世的修学 很多都偏重于这个教理的这个研习 然后忽视了维世观修的这个修职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 会常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作为普通学佛者 应该如何实践维世方面的这个观修 就在修行 观修 当然其实因为 维世它讲得很细密 所以很难学 尤其如果只有用文字学 真的很难 后来我是发现说 把它画为图像很容易学了 对 画为图像就容易学 就可以去 就是可以懂得怎么去思考 是 那是不是它是属于教理上面的研究 或者是修学嘛 那如果 如果真正真实的落实在生活当中 那我们可以往哪一方面去努力 其实透过教理来讲的话 通过教理是很重要的理论的根据嘛 那教理的部分是要先通达 适可慢慢修啊 他还是要经过三大欧生期节的累结束事 当然教理的话 要先清楚了 当然 其实我们在文字上很难清楚 所以我是觉得 真的用图像来学比较快 而且一些概念 比较完整 对 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可以去做一些修正 就会自己 会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 我们很少知道自己的错误 因为我们不想要接受 是不是第七识 那个 那个自我很强吗 对啊 因为第七识 它都是非量 第七识 本身是杂染的 是非量的 所以我们说学了为是 第一件事情就不要再自以为是了 要自以为非啊 但是你说因为我们太爱自己 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自己最棒 自己是 其实是被我们自己蒙蔽了 被我们的我职蒙蔽了 是 这个也唯有佛法 佛陀 他才能够这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 我们在世间的学问里头 学不到这个 但是生命的流转出来的事情 你看佛陀也是经过累劫素 是这样子修过来的 才会圆满 我以前也是 这辈子刚开始 要读为是 也就说为是这么困难 如果跟修行没有关系 那我就不要学了 然后我真的学进去才知道 它是修行非常重要的指南 我们都没有修行的指南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 师父到底要怎么修 你告诉我一个比较简单的 比较都是要简单又要快速 又要这样 就是因为我 要赶快成活的 就是很多国家徒的同病是这样子 因为他需要下苦工 他需要下一番 他不愿意下 不愿意下就永远是门外汗 确实就是 所以还是回到来检讨 回自己的那一个 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想要在学我这条路上 我们的那个方向 是不是要往上的 还是自己继续 在那个地方 没错 因为有图像 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往上 什么是往下 你就会 你就会知道 往上很重要 不然的话 你这么多道理 尤其北传都会觉得说 你到底不用讲太多 反正我做不到 不是做到我才要听这些道理 我们起码 我们那个路方向 种种大原则 一定要清楚 你没有听过 没有经过佛陀的教导 我们怎么叫佛弟子 怎么会称为佛弟子 佛陀最可贵的 就是不断的 寻寻善又教我们这一些 尤其是真理法则的这个部分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我应该还有两道问题 古人说 他这里有一个问题 古人说下笔如有神 或者是如有神柱 其实都是心随念动 这其实就是 竭尽神通的一种现象 不是不是 神通跟这个不一样 我们就说其实是什么 挖到生命的泉源 你就会不断的 一直都有 永现 有那种 永现 是 对 那个不叫神通 什么时候会神通 什么时候神通 就是第二大欧生纪 无生乏人以后 分身无数亿 所以我们还没有 越往上 神通的力量越大 但是我们有父母生生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神通 当然有小神通 那个都是雕虫小技 那个跟生死无关的 有小神通 那个是鬼神的那种小神通 那个没有意义 但是真的人说 就因为修行的果位不同 到无生乏人 那个八地以上的菩萨 他自然就分身了 是因为他不受到 父母生生的拘束了 限制了 祝福了 那个叫无生乏人 就接下来有个问题 他觉得 应该是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就是可能他在 他在 曾经 有一些地方 他感觉上 他去过 所以他来到 那个地方的时候 感觉似曾相识 他可能跟在他梦里面的 这个画面 跟这个 他具体去到的 这个地方 是很相像的 那是一种预感吗 这种所谓的预感 又是意识 那边所呈现的吗 其实这些 大家都很喜欢 讨论很多 我想到一个 一个譬喻 英顺老师 在《钥匙经》里面 曾经讲过一个 小小的故事 他说 有一个人 他在做梦的时候 他梦见 他看到 一块大石头 上面有六个字 他就很好奇 他就赶快 靠近去看看 他上面写哪六个字 一看 大悲心 陀罗尼 六个字 他就非常满心的欢喜 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觉得 我看到这六个字 多么神奇 多么怎么样 其实我们醒的时候 看了几千几万个字 我们都不觉得神奇 没有办法 那个就是 比较少发生 在梦里面 可以看得这么清楚 那些说实在了 当我们这辈子要临终的时候 我们会回想 我这辈子如同大梦一场 那何况那个还是 我们大梦中的小梦 你说那个重要吗 就算我们实际生活的这一 我们会觉得 这个都很实在的东西 其实 它都还是 还是如幻如画 那为什么要去一直追那个 那个 幻画中的幻画 然后要从那个幻画中的幻画 去觉得它有多大的一个价值 反而要懂得去放下这个 才是厉害 我们是反而是执着那个东西 执着那种 就是觉得它是神奇的 是神秘的东西 所以佛陀的教育 其实它是 佛陀其实它是反对 用神通的 就是说讲这些无的无的 因为佛陀的时代 那个婆罗门教是很兴盛的状态 各种什么什么术都有 佛陀反而说那个不重要 反而是教我们好好做人 对不对 就是在奥含经里面 讲着很多的道理 其实都在生活里面 大家反而 这种时候 如果我们在学佛的时候 会觉得生活那个 那我什么 对不对 就不觉得神奇 反而不觉得神奇 是 因为我们有宗教信仰的人 难免 其实都有一些神秘的色彩 神通的这种倾向 喜欢 难免喜欢 其实呢 应该说更可贵的是智慧跟慈悲 而不是那些东西 因为那些东西真的 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的生死问题 嗯 是 师傅 还是 师傅我们也接近我们整个法坛的尾声 那看师傅还有什么 要再做补充说明 或者是做一个今天晚上的法坛的总结 总说就是修行嘛 就是修不修慧 就是要起善念 我起不起善念 我要不要结善缘 我自己可以做决定 是 对不对 我要向上还是要向下 也可以自己做决定 我要向善还是要向恶 是不是也是自己做决定 就是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来努力 是 明白 对吧 就这样 那这些影响着我们任何 比方有的人是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对不对 有的人是 是什么 各有专长 这个全部都影响到 不是只有艺术家能影响 不是只有影响艺术家 所有人都可以 是 尤其学佛 就学的就是这个 所以他可以 整个学佛是让人觉得非常快乐 因为 就好像韦氏在谈的 放下那一个 放下那一个 那个果子的这个部分 对于外境 会觉得轻松 会觉得发喜 把那些负担都拿掉 可以庆庄上路 继续往 对 所以学佛学得对 会越学越自在 还没解脱之前 我们没办法马上就解脱 但是 学得对 它 学得对 向上的时候会越学越自在 向善也是 因为你越广结善缘 你的福报越来越大 是 好 就是慈悲与智慧 我们非常谢谢宽谦法师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的在线上 听您分享 维士学跟艺术创作的这个灵感 虽然我自己对艺术的部分 可能没太多的 太多的涉略了 应该是过去是 过去是没有什么寻陶到 不过 不会了 不会了 不过我觉得 其实爱美 你看 爱美是大家的天性 爱美的本身就是艺术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 我没有艺术细胞 我没有什么美感 没有什么 我们自己都很容易自己设限 我业障很重 所以我没办法学维士 这个太难了 或者什么 其实我觉得 我们应该要去面对 然后去学习 要有这个勇气 所以我就想说 我应该要让我自己拥有 这个人文艺术生活品质的寻陶 然后要开始好好的努力 这样子 未来 来世 培养更多的 先种下这些种子也是很好 对 然后 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流转 那我们要向上 也要向上 来摆脱整个轮回的这个束缚 我们祝福宽谦坚法师 花体爱 祝福大家 也祝福 谢谢 谢谢 我们期待下一次可以请花生 上来再为我们分享 那最后呢 我们将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播放一个短片 就是我们会一起念诵一遍心经 然后并把我们的回向给一些苦难中的众生 愿他的远离痛苦 好 我们又请 我们的工作人员 摆脱撕下来再为我们分享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舍利子 舍不宜空 空不宜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舍利子 世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忠不解 世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眼而鼻舌身意 无色身相未处法 无眼界 乃至无异世界 无无名 亦无无名境 乃至无劳始 亦无劳死境 无苦击灭道 无智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依波罗波罗密多故 心无怪 无怪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依波罗波罗密多故 得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波罗波罗密多 十大神咒 十大名咒 十无上咒 十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波罗波罗密多咒 即说咒曰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菩提萨波河 愿此功德 众善根 雷是冤亲 同瞻恩 由私解脱 诸苦恼 共证 菩提 度有情 我们感谢 感恩宽谦法师 今天晚上用 很多线条 还有图像 把很多 坚慎难懂的 维世学 带给大家 同时 可以在网路上 搜索一下 宽谦法师 一系列的 这个课程 我觉得 我自己受用很大 我相信 肯定可以 让大家有 更深入的 以及 更有系统的 学习佛法 祝福大家 晚安 谢谢法师 大家 晚安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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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祝福 祝福 再见 再见